臺南接連發生兩起 民眾在接種莫德納疫苗後死亡的事件 分別是一名六十四歲的男子 還有一名七十歲的婦人 不過是否和疫苗有關 還有待釐清 而根據疫情指揮中心最新的統計 從七月九號到七月十一號 通報疫苗接種後不良事件 總共一百二十六件 死亡則是有二十四件 其中接種AZ疫苗的有十七件 莫德納則是有七件 醫師問診及檢查確認沒問題後 民眾就挽起袖子 露出手臂來注射新冠疫苗 但現在傳出台南中西區一名六十四歲男子 在十號打完莫德納疫苗後 十一號下午向家人表示胸痛 以及呼吸困難 經送醫急救後死亡 一名家住永康的七十歲婦人 十一號上午注射疫苗後 當天下午被家人發現 倒臥在床邊沒有呼吸心跳 緊急送醫後仍未恢復生命跡象宣告不治 而嘉義市警局一名小隊長六月中打完AZ疫苗後出現發燒腳麻等身體不適的症狀 沒想到這個月又出現身體不適 就醫進一步檢查後發現下半身 多發性血栓 醫師緊急動了兩次手術 從體內取出長近五公分的血栓 目前仍在加護病房觀察中 目前他在外縣市的醫院就醫 那是否會通報疫苗不良事件 我們會尊重該院的醫師做專業的判斷 根據指揮中心最新的統計 七月九號到十一號之間 共通報一百二十六件疑似不良反應事件 四十六件為非嚴重 其他疑似不良事件有十五件 另有二十四件疑似因接種疫苗後死亡 十七件與AZ有關 莫德納則有七件 這十七例是七女十男 那年齡是六十二歲到九十八歲之間 同期間也新增了七例四女三男 是莫德納疫苗接種後發生死亡的不良事件 那年齡是六十九歲到八十歲之間 指揮中心表示 根據疾管署所提供到七月七號以來的新冠疫苗 每天接種劑量數 經過詳盡分析結果 無論接種哪一種疫苗 各年齡層男女性通報死亡事件數 都沒有高於預期死亡事件數 也就是沒有超過背景值預期 記者委員林志堅 溫正恆綜合報導